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丁希 那么今天我们要好好聊聊久坐这个事情 必须提上一时日程了 因为你看我们在这个公交车上 在地铁上上班的时候 如果运气好我们要坐一路 那么到了办公室 一天的工作时间我们都会坐在电脑前 那么好不容易下班回到家里之后 这个臀部就会粘着这个沙发 非常的舒适 这样我们先来做一个调查 看一看我们今天现场的四位嘉宾 每天一共坐着的时间能有多少 来 请写下你的时间 好 请亮提板 你这是写错了吗 没写错 23小时55分虽然说夸张一些 但是表明你是一个比较贪恋坐着的人 要真是说没有工作不上班 说23小时55分有点夸张 那也得在十多个小时以上 那都干些什么 打游戏 看视频 睡觉 睡觉 打游戏 看视频 死循环 死循环 好吧 你已经是第一名了 来 看看小叔五小时 我这个其实是比较平均的一个时间段 因为我分两种情况生活中 一种就是工作 咱们是一样的 站的状态比较多 只要能坐着 我肯定就想办法坐着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就我在家 我可能得带孩子 但是带孩子的时候 我尽量都选择坐着跟他玩的方式 比如说玩小汽车 我推过去 你去捡 捡过来 我再推过去 你再去捡 我拿回来 主要就是遛孩子 遛孩子 对 或者是玩拼图 玩一些画画 就尽量坐着的方式 你要让我站着跟他 他划划板车 这种事一般都是他爸跟 我一般都不去 丁丁呢 八小时家 就是除了八小时工作日以外 都是在坐着 前一阵热搜 大家不是在讨论气血虚 特别累 我就怀疑我是不是得了累病 就是站着的时候 站一会儿 站十分钟 我就想蹲着休息一下 我觉得好累啊 每一天 就这样坐着 子彤呢 我基本上能坐着 我就一定坐着 有一句老话说特别好吗 就是能躺着的 绝对不坐着 能坐着的绝对不站着 这就是我的座右铭 今天我们要精确一下 我们讲究的是坐着的时间 躺着都不算 对 所以我算了一下 因为我的工作本来就是坐着 然后因为我上班比较远 所以我是开车上班 这路上我也是坐着 对 开车的时间很长 对 这起床了之后 你看一路坐着 开车到单位 然后坐着 一整天 真的除了上厕所去食堂之外 然后又坐着开车回家 回家坐在沙发上看手机 然后呢 晚上睡觉 坐着就睡着了 睡着就困了 是真的 大家伙呢 都是觉得坐着很舒服 但是呢 这个久坐呢 首先伤害的 就是我们的臀部了 那么我们是如何 亲手把我们的 这个臀部给毁掉的呢 如何把我们的健康给毁掉的呢 我们请专家来告诉大家 我们接下来有请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的角伟教授 欢迎小教授 你好 欢迎 你好 小教授今天穿的运动风 特别的青春亮丽 您亲口告诉他们 这个久坐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多大的伤害 实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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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久坐呢 大家想 它就是把我们的身体重心放在骨盆上了 它就会把这个骨盆给撑开 变宽 然后呢 我们臀肌不工作 在这儿呢 它的活性就弱 脂肪堆积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呢 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臀部 它就成为一个臀部下沉的一个半弓臀 它就是凹陷的 脂肪还是堆积的 那是不是说我们的臀部肌肉出现了问题 确实是 它是在我们经常把这个臀部拉长 臀肌拉长的过程中 臀肌力量小 而且呢 它不活跃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假如说我们要是再站起来的话 它也不工作 所以呢 这个臀肌失忆 也是造成这种半弓臀的一个原因 这个词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啊 也非常的新鲜 臀部的肌肉失忆了 这个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呢 实际上啊 这就是一个形象的一个比喻 就是我们在坐着的时候 臀肌被拉长 然后呢 它就变得软弱无力 当它站起来的时候 它也不知道收缩 在这种状态下呢 它就不工作了 大家就告诉我 你应该工作而没工作 所以你失忆了 消极代工 对 这就是一个外在的因素啊 对臀肌产生的影响 还有一个呢 就是内在原因 这个内在原因呢 就是我们身体各个部分的肌肉 它的感受运动状态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这种呢 是一个感受器 叫肌缩 然后呢 我们身体各个部位 哪部分的肌肉的肌缩最多呢 就是枕骨肌 把头和颈相连的 这样的工作的一部分 这个肌肉叫枕骨肌 它呢 如果要是把肌肉取出来 一克枕骨肌里面 所含有的肌缩个数 是36个 密度很大 灵敏度很高 对 对 它来感受你的运动状态 张力 长度和运动的变化 所以人体呢 就是为什么能做很多精细的动作呢 都是有跟这种感受器密切相关的 就是在枕下肌群这里是非常丰富的 对 但是在臀打肌这儿 一克臀打肌的肌肉只含有0.7个肌缩 那差太远了 所以这块肌肉呢 它就很难感受到 我从座位到站立位 这种变化的一个工作状态的变化 所以呢 这块肌肉呢 虽然非常大 但是它改变状态的能力很弱 所以大家也管它叫一个又大又笨的肌肉 哦 明白了 那么久而久之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臀肌的失忆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健康的隐患呢 实际上呢 因为臀肌失忆呢 在它工作的一个转换过程中 它就不灵敏 但是呢 你要是给它刺激的话 它会好 不刺激的话 它这种状态就一直在保持着 不积极工作的一个状态 所以它比较懒 就比较软弱 所以它对这个臀部的外形也很有影响 就是什么呢 它这种老不运动 老被拉长 软弱无力的状态 就造成一个臀部外形的一个改变 它比较扁 不那么圆 润 上翘 它往下走 往边上走 是这种状态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 我们大家说这个人臀部是圆的还是翘的 其实最主要的跟这三块肌肉有关系 一个是臀小肌 它在最里面 然后呢 外面呢 是臀大肌 然后在这个偏上的那个棕黄的是臀中肌 两侧 对 所以呢 这是三块这个臀肌 构成了臀部外形最主要的肌肉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像梨状肌啊等等 但这三块肌肉如果不发达 就导致臀部无力了 变长了 那大家可以看 它臀肌上头是稳定腰椎的 那么腰椎不稳定 对 边上大家看 实际还连着我们的髋关节的骨 对 所以它又对下肢的稳定有影响 就是它影响我们身体整个的一个稳定 这种状态下 那么就容易造成 如果它没有力 那我们的这个腰椎就往前移了 就成一个骨盆前倾状态 就应该这样吧 腰椎往前移 前移 它就成为一个前倾状态了 前倾的 骨盆前倾 臀大肌无力 再有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这儿这个对下肢的稳固不够 那么下肢又不稳了 所以下肢的一些疼痛也能出现 腰疼的疼痛也能出现 所以呢 今天您给我们提出的这个概念 我觉得要引起重视 就是我们的臀部肌肉 其实对于我们的全身的这个健康 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对 我们人和四足行走的这些动物 爬行动物 来相比较 实际上是什么呢 最主要差异的一块肌肉 是臀大肌 我们站立的人 臀大肌很大 如果要是爬行了 那么臀肌就变小了 臀大肌就变小了 用不着了 对 然后但是下肢的肌肉就发达了 对 所以这种状态 其实跟我们直立状态下是一样的 如果臀肌不发达 它一定会多用腿 那么相应的下肢的这些关节 就会更多的受力 它也容易受伤 所以它是上连腰和躯干嘛 是吧 整个的这个往上连 还有下面通过宽来连接 来连接我们的下肢 所以它这块肌肉太重要了 应该说全身最大的一块肌肉是它 对全身稳定性最大的一块肌肉也是它 当然在跑跳过程中 它还发挥非常重大的一个动力作用 哦 那您就得好好管管我们了 这个算上我一个 我们五个人都是这个喜欢坐着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测试环节 看看大家究竟啊 现在这个臀部肌肉的水平怎么样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敖冬安神补脑叶 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的第一轮测试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呢可以用保加利亚敦 这个方法来测试我们臀肌的功能状态 哦 这个怎么来做呢 大家看我们可以找一个凳子 或者是相应的床沿 这些都可以 跟我们的膝关节基本上平起 不要太高 如果要太高难度就下降了 脚呢向前迈一步 往下直立下蹲 再从这个姿势起 蹲起蹲起 快速吗还是说 不快就稳稳的 稳稳的就行 能连续做出来不中断15次 这个就算合格 没有时间要求 就是不断连续地做15个就行 没有时间要求 当然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还有一些要求 就是我们的后面的那个高度啊 尽可能跟我们膝关节是平高 这样是比较标准的 再有膝关节不能超过足尖 如果要是一蹲下去的时候 膝关节超过足尖了 代表这个距离太窄了 要往前再移动一下 嗯 明白了 所以呢 第一个啊 找到一个合适的高度 然后蹲下去 90度起 90度起 那么这个测试啊 我们的目标肌肉是哪里 是测的臀大肌 臀大肌 对 它是主要的身宽肌群 当我们这样蹲下去的时候 臀大肌是被拉长的 然后再给它起来的时候 宽关节就伸了 这正好是臀大肌的功能 好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嘉宾啊 上台来做测试 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上道具 谢谢 我啊 就怕碰见脚教授 第一次看见脚教授之后啊 膝盖就废了 第二次看见教授之后呢 肩膀废了 看来今天没别的了 屁股也得废了 应该这么说 很大肌 发险膝肺了 发险肩肺了 哈哈哈哈 原来哥们就不知道 对 测试开始 啊 哦 身体直的会比往前哈 二 好 两个 三 好 四 五 好 不错 加油 五 身体正的 我这辈子就八十岁了 哈哈哈哈 换一边换一边 三 你看我这就稳多了 好 十一 哎呦 这是有危险的 不行 到头了 下来 臀部发力 坐下去 太好了 一个 十五 十五 好 哎 可以了 哇 哈哈 换一边换一边 可以 开始测试 好好做 漂亮 很好 一 十一 十一 十二 哎呦不行了 不行了 轻敌了 来 子彤 好 试一下 试一下 不错 不错 挺好的 十五 好 第一个 小三个王 呀 哎呀 哎呀 好好下来 下来 下来 骄傲了 好 还是有婆婆念的 丁丁 十五 十五 好 行 好 不错 好 不错 十四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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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浪哦 你用撑着做完的 哈哈 我们四个人 有一个人啊 通关了 这个代表什么呢 大家可能平时也锻炼 但是对臀大肌的锻炼是不够的 嗯 它太软弱了 嗯 所以说臀大肌还是相对薄弱的 是 那么这个测试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测试看到说哪边的这个臀大肌更加的薄弱一些 嗯 嗯 实际上我们测的是什么呢 就是臀大肌的身宽功能 嗯 哪个腿在前头 测的就是哪一侧的臀大肌 嗯 所以大家可以看哪一侧没过关 哪一侧的臀大肌就是弱的 嗯 蒋教授您看啊我们这么些个不合格啊 啊 那会引起什么样的问题出现 嗯 这个臀肌呢 如果刚才测的就是力量弱 嗯 如果要是力量弱 它就比较软弱 当然体积也会小 所以呢这样人的臀部呢 它就没有那么圆润 会有一些凹陷 嗯 特别是在侧方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凹陷 哦 侧边凹陷 嗯 对 因为这儿是臀大肌非常重要的一个它的一个附着点 对 嗯 如果要是臀中肌呢 它是在这儿上头这儿 嗯 所以臀小肌臀大肌弱 那么就是臀部这儿就往下撵塌了 哦 这臀部呢显得不那么饱满 不饱满 不圆润 不健美 对 当然了 其实它还影响下肢腿的长度 假如臀肌这儿起来了 对 相当于我们腿延长了一级 视觉上是这样 是的 如果要是臀肌没有 嗯 那你就往下走了 有些人穿裤子可能就会显象出来 嗯 腿没显得那么长 也可能骨骼很长 嗯 但外形上显得就是短的 嗯 但是如果要是臀肌发达 你瞧 多健美 非常的圆润 对 这个人要是穿裤子 嗯 那肯定 腿显得很长啊 大长腿 哎 我就突然想到说 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走在大街上去看啊 那有些人这个侧边看的 臀部就是非常的上翘 那么臀部如果说上翘的话 是不是表明了 它的臀大肌就是很立体 就是很健美呢 嗯 实际上它有两种情况 嗯 第一个 臀大肌很发达 嗯 第二个呢 是臀大肌不发达 臀部也上翘 这就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错误的姿势 嗯 就是我们的骨盆前颈了 嗯 大家看 这个骨盆正常有一个倾斜角度 一般是13度到15度 嗯 如果要是骨盆前颈 就大于这个角度了 嗯 然后我们的腰椎就急剧地弯曲 这个人呢 看来是不是臀部也翘起来了 嗯 但是 它实际上是由于臀肌无力造成的 哦 它是一种塌陷 嗯 它是腰往前塌了 嗯 臀部就像似乎向上移了 是这种状态 是一个假向 是一个假翘臀 假翘臀 我们经常说的啊 假翘臀 就是骨盆前颈来引起的 嗯 所以有一些人呢 臀部啊 这个太弱了 然后他也很疲劳了 不自觉地就前颈了 那除了对于外观的影响啊 那么这个测试如果说不达标了 会对我们的健康啊 带来哪些隐患呢 比如说 臀大肌肉 骨盆前颈状态下 嗯 我们的这个腰部的这些关节就互相挤压了 本来人家这么大的距离吧 他往前一弯 是不是追尖的一些小关节都挤压在一起了 嗯 背部的肌肉 就是下腰部 嗯 这一部分的肌肉是短缩的 嗯 所以有的人就一摸后头的肌肉 说怎么这么硬啊 又硬又疼 就是甲翘臀来引起的 嗯 肌肉僵硬 关节受压 来引起的一个我们的腰的疼痛 除了造成腰痛之外呢 还会造成哪儿不舒服 嗯 当然了 它这儿就会影响我们宽关节的稳定 然后骨盆的稳定性差 膝关节的稳定性也差 嗯 最终通常会落在膝关节 出现膝关节的疼痛 为什么会影响到我们的膝关节呢 大家可以看臀大脊这张谱 这个肌肉的显微类型是往外走的吧 哦 最后跟我们鼓鼓 这个大砖子这儿是相连的 对 然后也跟我们的卡金素 它是往下再延伸就到哪儿呢 到这儿 就到卡金素了 侧面这块 对 到这儿呢 就跟我们宾腱外侧的支持带 又相连 哦 所以这一部分呢 如果它的力量不足 宾骨就会向内移动 或者是它特别紧 向外移动 两侧都会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引起宾骨位置的变化 宾骨呢 下面啊 它是跟我们鼓鼓构成关节的 它俩呢 就像一个火车 火车的车轮和车轨的关系 它必须在这个中间里头行走 才会有最合理的一个压力 最小 最合理 不会受损的 但是如果它要偏离这个轨道 大家想是不是就跟我们下面的轨道相摩擦了 下面的软骨就被研磨坏了 所以呢就会出现冰骨的老笋和疼痛 冰骨的老笋就是冰骨软化症 就是软骨受伤了 怎么弄的呢 就是研磨挤压 这样来造成的一个损伤 您的比喻非常的生动和形象 让我感受到是牵移发而动全身的 是啊 刚才角教授说到的这些 比如说腰疼啊 跨疼啊 还有包括我们的膝盖疼 大家伙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出现过 其实这个腰疼就很明显 因为其实小时候练舞蹈 老师都说什么挺胸抬头 踏腰撅屁股 每天站到那都这样 小八字 你的臀部是要收起来的 臀部是要收起来 腰是要向前踏的 所以我每天只要 就是录节目的时候 我站的时候就是这个姿势 然后每天躺到床上 我腰就放不回来 对会 是不是 有一些无法松弛的这种感觉 对就是悬空感 然后我就硬是要把它 就是先垫个枕头 先缓一会儿 然后把枕头抽到 就硬往回弯 硬往回弯 然后这个过程中就很痛苦 而且就是你睡一觉起来之后 你再要回到 踏腰状态的时候 就更痛苦 每天都在循环往复 所以我这个腰就感觉 好像瘦的压力特别多 老腰疼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第二轮的测试 角教授 第二轮的测试到底是什么 第二个测试 叫单腿站立测试 听起来好难的样子 采用的呢 就是抬起来 单脚站立 然后看骨盆 是不是移动啊 也就是说不能出现 骨盆下降和倾斜的状态 它要在同一个平面上 假如说它掉下去了 代表臀中肌肉 虽然我这髋关节是往外的 也代表髋关节 侧方的肌肉弱 那这个单足站立的话 需要站多久 需要站20秒钟 20秒 睁眼 睁眼 那么这个测试主要是 考验的我们哪个部位 实际上是测的我们 骨盆的稳定性 它主要反映的是 臀中肌的力量 好 我们首先派出的是叶鹏 好 计时开始 三 二 一 第一个啊 时间要到 第二个呢 骨盆要平起 但是它这个动作是怎么做的呢 是往外移了 这侧是高的 不合格 不合格 来笑书 好紧张 开始 好 她这还不错 还不错啊 因为她两侧骨盆是平起的 合格 耶 合格 好 来 丁丁 开始 挺遗憾的啊 她也是左侧的弱 因为她这边呢是下起了 她是出现这种支撑的状态 哦 测试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好吧 子彤开始测试 失败 不合格 不合格 本轮不合格 好像又更多了一些 这个测试看样子很简单 但是其实你看 我们的难度还是很高的 是 其实它代表我们身体侧方的 稳定性的问题 就是这儿呢 大家第一个也可能练得少 第二个 臀中肌可能是落的 就是那黄褐色的那块肌肉 它来保持我们侧方的一个稳定性 当然了这只是从臀肌的角度来说 侧方稳定还有其他肌肉 但是臀肌里头它是最重要的 而且也确实是侧方稳定 最主要的一块肌肉 哦 那会不会给我们的臀部外形 也再来变化 是啊 这个如果臀中肌弱的话 经常体积也小 那么它在这个外形上 大家看 这个臀部它就不往上走了吧 或者上头那段是比较弱的 那我们的臀部呢 就比较尖 哦 就上头比较凹陷一些 对 是上侧比较凹陷 然后我们的臀部呢 就看到没有那么宽 是窄的 而且是尖的 嗯 它如果要是力量弱的话 那么我们的这个侧方稳定就不好了吧 膝关节就左右打晃 这个大家都能够感觉到 是吧 就是它一直在晃的 然后稳定性也不好 所以膝关节可以发生很多的损伤 大家看啊 这是我们的膝关节 如果要是在晃动过程中 它可以软骨受伤 可以对半月板有研磨 哦 嗯 这个一系列的东西都可以有 然后我们冰骨也可以往外走 那冰骨也可以劳损 其实它都可以造成一系列的损伤的 关键是这个人 膝关节保持稳定的那个策略是什么 它就可以伤到不同的膝关节的结构 嗯 大家伙有没有 刚才不合格哪些 请举手 膝盖疼 我膝盖非常明显地疼 哦 就现在已经有那种 比如说坐飞机 空间比较小 两个小时 等我再站起来的时候 我这膝盖已经疼到站不起来 嗯 就已经严重到这个程度了 我不是平常喜欢跑步或者爬山 大概进行五六分钟的时候 我就觉得膝盖特别疼 那看来是姿势或者是真的是不正确 我得调整一下 要不然会造成膝盖损伤 现在看来 除了膝盖疼 还会有哪些问题发生的 啊 还容易摇摆布 摇摆布 实际上刚才说不合格的 就有两个 第一个是对侧的骨盆下降 就我抬起来 这侧骨盆下降了 代表我们这边 这个左侧的图 嗯 对吧 大家看那侧的 这个骨盆 如果臀中肌不好 它就下来了 明白 明白 再一个呢 有的人是用不同的策略 到它成支撑的时候 刚才是它抬起的时候 是下降 如果它支撑的时候 会是怎么办呢 我来加没有力量 我就维持不了这个姿势 然后我就怎么办呢 我就这样 这样待着才能稳 大家看骨盆就歪斜了 对 更糟糕 这就是走路 横着摇摇摆布 就是这样来形成 还是非常的严重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这一块肌肉 也要锻炼好 对 好的 测试还没有结束呢 虽然我们已经产生了 这么多的不合格 那么脚教授 第三轮我们要如何来测试 下面我们就测 臀肌延展性 这个测试呢 采用在这个仰窝位的体位下 对侧腿伸直 把腰侧的这一侧臀大肌 给它向上来向胸部来移动 往胸部上 所以它是向上 有点偏内的这个方向 如果要是在这个骨盆 没有移动状态下 髋关节可以自如地移动 然后达到一个区区角度 120度 就代表臀大肌的延展性合格 如果我们再给它延展 骨盆继续向上旋转 需要臀大肌更大的延展性 它能够贴到我们的胸骨上了 这个时候就是非常优秀的 一个臀大肌延展性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来测试 这个延展性呢 实际上啊 这个肌肉要想发挥 它的正常功能 它必须能够有一定的工作距离 所以它延展性要大 要正常 这个时候它才有更长的 一个收缩距离 这是决定它力量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如果要是一块肌肉太硬 它就没有工作空间 它的力量是发挥不出来的 肌肉的力量也是小的 当然了 如果要是肌肉这个练出来了力量 但是它没有一定的这种放松能力 它也没有很好的工作状态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测试 好的 刚才我们的测试当中谁合格了 就你一位吗 来给我们打个样 来 我跟你说我每天早上起来都做这个姿势 就在这种状态下120 这没问题 那换一遍试试 好 120 能达到 算数真不错 叶鹏你试试 开始 那OK合格了 合格 来丁丁 开始 不合格 不合格 双侧不合格 来子彤 没问题 好 双侧合格 哇 哇 这个环节真没想到杀出了一匹黑马 哈哈 现在这个真的是了不得了 你看啊 叶鹏合格了 但是丁丁是不合格的 这个项目不合格 可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这个肌肉的延展性不够 它就代表什么呢 肌肉太紧了 活动度太小了 也会影响到它整体力量的发挥 而且一般僵硬的肌肉 它也对它的稳定性也是有影响的 就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应该一边收一边缩 让动作很精准 它才有稳定 对 假如它光收着 然后缩的过程 它能完成 但是放的过程 它没有那么灵敏 那么实际上它动作也是不稳的 那么长此以往的话 会对健康造成什么样的隐患呢 实际上经常紧张的肌肉 会对肌肉的 它的附着点产生影响 也就是臀大肌的附着点 会有一些疼痛的 比如说肱骨大转子 就是腿的上侧那一部分 如果它要太紧 当然也可以往下再延伸 那冰骨也会给它向外拉上去 因为比如说臀大肌这太紧 那我是不是就把这个卡金素拉得也太紧了 往下延展 冰骨也要往外上移动 所以它也会引起 膝关节外侧的一个疼痛 好的 那么综上所述 经过了三轮的测试之后 臀部肌肉可能存在问题 有健康隐患 需要亮起红灯警示的是 全亮了 好巧啊 全军覆没 来 鼓掌 太痛了 给自己刮嘴刮嘴 好 贾教授 既然他们都是这么的不合格 所以我们就要来帮助他们 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练习 来让他们从不合格到达合格 根据刚才大家的测试结果 我们也准备了三个针对性的练习 下面就有请运动康复师 韩云峰博士来带大家一起练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那么首先第一个训练的话 是如何来做呢 第一个带给大家的训练呢 是单腿臀桥 针对的就是针对我们的臀大肌 进行训练 好的 我们请韩博士先给我们示范一下 讲解一下要领 首先呢 我们来到起始姿势 起始姿势 仰卧 屈膝90度 然后一条腿伸直 启动动作的时候 臀肌收缩 把骨盆顶起 好 这是我们的正确动作 常见呢 还有几种错误 比如说最常见的错误是 顶起之后 骨盆塌了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 以及 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应该感觉 是臀肌发力 而不是腰部发力 好 好的 来 刚才在这个环节上 出现不合格情况的事 来 叶鹏 笑书 两位请就位 仰卧 屈膝90度 好 屈膝90度 对 然后把右腿伸直 好 顶宽 把骨盆顶起 好 慢慢下降 再起来点 对 我们的腰部 是要顶得越高越好吗 并不是 我们要求我们的 膝 宽 肩 再一条直线就好了 不需要顶得更高 顶得越高呢 反而我们的腰部 更容易发力 而让我们的腰部 特别的酸 而不是训练到了 我们的臀部 臀大肌 笑书感觉怎么样 很累 哪里累 非常累 就是屁股累 应该就对了是吗 对 是吧 如果感觉到是臀部 在发力 我们的动作就做对了 对 好 谢谢 请给我做休息 第二个的动作呢 是棒式 棒式 对 针对的呢 就是我们的臀中肌弱 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训练呢 您先给我们示范一下 好吗 好嘞 好嘞 好 我们首先呢 把弹力环 放在我们的膝部 侧卧 屈宽屈膝90度 我们可以枕在自己的手上 这是我们的骑士姿势 下面呢 我们开始训练动作 顾名思义 棒式 它就像我们 这个合棒一样 打开 然后慢慢放下 打开 慢慢放下 打开 慢慢放下 好 这个动作常见的错误呢 有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在打开的时候 身体转了 歪了 这个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我们骨盆的中立位 好 我们侧卧 屈宽屈膝90度 对 对 保持我们的骨盆不动 然后来 把双膝打开 叶蓬 你的骨盆是90度 好 到这就可以了 可以了 要打开 再来 不用再看 怎么样 紫童 这是我的最大极限了 是 很好 酸 对 对 怎么样 吃力吗 觉得 超级酸 这个位置 这是侧边 特别酸 这么难 屈宽 90度 屈膝 90度 都要90度 对 这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不要借助 骨盆和躯干的旋转 来带动我们这膝关节的打开 这时候发力 对 非常好 慢慢放下去 对 骨盆稳定 动作的质量永远比数量更重要 好 休息 我感觉已经出汗了 脸都红了 第三个训练呢 这是做我们囤肌的拉伸 下面我还是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的 我们坐在椅子上 然后把我们的脚踝 右脚踝放在左膝的外侧 这时候一定要保持腰部的挺直 接下来呢 我们进行拉伸 我们要把我们的右膝 向我们的左侧后方拉 沿着我们左前臂的方向 进行拉伸 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右臀部有拉伸感 这个动作呢 我们要保持20秒 那一天我们要做多少个这样的20秒 这种柔韧性的训练呢 我们建议多多益善 越多越好 对 一有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练习了 对 只要这个拉伸没有引起不舒服 我们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做 好的 谢谢您的指导 谢谢 谢谢 看完电视 看直播 有问题 直接问专家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 关注健康之路 在央视频的直播 节目的最后 非常感谢乔主任的精彩讲解 谢谢您 也感谢我们现场的四位老朋友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收看健康之路节目 我是丁熙 下期再见了